欢迎收看今天的香港人物 今天我们向大家介绍的是 有号称是香港学民女神之称的周庭 周庭1996年12月3号的时候 出生在一个必谈政治的天主教的家庭 与香港民主运动的渊源要追溯到2012年 在15岁的时候他就读中四期间 就成为了香港学民思潮的成员之一 到了2016年的时候 与罗冠聪黄之锋创立了香港新的政党 香港众志 周庭除了有香港众志的前常委 还有前副秘书长等些头衔之外 还有一个别号 就是香港的学民女神 就好像黄之锋所说的周庭 应该是在众多的同龄的政治人物当中 最不像政治人物的一位 他在卸下了他的社民身份之后 也只是一个喜欢日本动漫和喜欢拍照的 一个普通少女 周庭自小六的时候就开始喜欢日本的流行文化 也能够讲一口流利的日语 当然这是他自学的一个成果 不当时常的去日本参加一些节目 也接受日本媒体的一些访问 也频繁的在推特当中用日语来分享香港的时事 至今已经有近46万的追随者 他在2019年反送中期间 曾经到日本召开了一个国际记者会 并且呼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关注香港的事态发展 同年被福布斯日本选为了50名 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也被冠上了学民女神的称号 周庭本来是英国国民 他的家人在他年幼的时候 为他申请了这样一个身份 但是由于他没有在英国居住 他在2017年的时候宣布放弃英国国籍 但是理由竟然是为了符合香港立法会的地区直选参选人 不得拥有外国籍的法定的要求 在2014年9月的雨伞雨弄期间 周庭决定休学全城的留守金钟占领区 2014年的香港学建大坝课期间 时任学民思潮发言人的周庭以及学民思潮的成员 以红布蒙上眼睛 代表着中共的红色政权蒙蔽学生 并且宣布在9月26号 罢课一天来响应香港大专院校的大罢课 在这场79天的静坐活动当中 周庭与黄之锋再一次跃上了国际媒体的版面 他也在这场运动期间宣布辞任香港学民思潮的发言人 他在声明当中指自己原先只是一个 连在校内做汇报都会感到紧张的女生 没有办法再承受如此重大的压力 学民思潮的成员其后透露说 周庭连日遭到了电话甚至当面滋扰或辱骂 或者直接接护了不明的电话 哭和他说走路要小心点 到了同年10月12号的时候 周庭因为受到了极大的压力 而辞任了香港学民思潮发言人一职 在2016年的10月份的香港立法会的宣誓风波当中 有多名的民选议员的宣誓 被香港的高等法院颁令无效之后 议席从缺 香港特区政府计划在2018年的3月11号进行补选 到了2017年的11月10号 香港众志传出了消息 由常委周庭出战香港岛选区争夺议席 2018年1月3号周庭在其脸书的社交平台专页当中 发布了一则周庭参选2018年立法会港岛区补选的宣誓 宣布自己将会参加2018年立法会港岛区的补选 重夺其党友罗冠聪之前被赤夺的立法会议席 并且获得了李祝铭、梁家杰、吴爱怡、杨岳桥等 多位香港资深民主派人士的站台支持 1月27号选举于主任根据立法会条例第40条的规定 主观的认定周庭提兵无效 2019年9月被剥夺参选资格的周庭 对立法会补选的选举成请获得了裁定胜诉 而周庭在参加香港的摄影活动以来 已经有四次被捕的经历 分别是在2015年的雨伞运动占领结束之后 当年18岁的周庭被指煽动及参与未经批准的集会 响应警方的预约拘捕 主动到湾仔警局总部被捕 逗留一个多小时之后 因为证据不足替保获释 2017年6月适逢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访港 周庭连同黄之锋等人发起了黑紫金行动 在湾仔紫金广场进行抗议 用巨幅的黑布围住了紫金花的雕塑 表达对香港民主状况的不满 并且要求中共当局撤回人大的831决定 落实真普选释放刘晓波 周庭被警方以公众防扰罪拒捕 2019年8月份的时候 反送中运动期间 周庭与黄之锋 前众志的主席林朗燕因为包围了湾仔的警察总部 被控杀获他人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 以及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两项罪名 遭到了警方的拘捕 其后被限制出境 2020年7月6号下午 周庭当庭认罪 并称认罪是因为考虑到自己没有案底 选择独自扛下责任 周庭也曾经表示 曾经遭到女警要求脱裤搜身受到不礼貌的待遇 2020年8月10号 港府以港区国安法的名义 逮捕了多名香港人士 包括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 父子以及周庭 事前一个月周庭就已经察觉到 有可疑的男子在他的御所外面徘徊以及监视 而他的邻居更透露表示 有不明的人士在其住所外面安装了红外线的镜头 直到他被捕才被拆除 周庭在8月10号被捕之后 多家的日本媒体大幅报道 而呼吁释放周庭的标签 一度冲上了日本推特的第一名 日本多位的政治人物也声援包括了 日本内阁防长菅义伟 以及日本共产党的参议院议员小池晃等 周庭被查扣超过24个小时之后 到了8月11号的晚上 过准以2万元的现金18万元的人事担保保释离开了大部的警署 并且没收了护照 他指这一次的拘捕事发突然 形容警方撬门而入 整个过程十分恐怖 到了8月12号 他在脸书当中写道 激留期间最担心的不是自己的安危 而是苹果日报是否还能够出版 他表示自6月30号起已经发表了声明 退出香港众志也不再参与任何国际事务 至今也没有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